为了备战亚加达亚运会,U23国族在江苏长州做最后阶段的冲刺。 在上一场,与马来西亚U23代表队热胜赛中,中超双子星黄紫昌,为是好连内上场再加上海贵张玉宁押阵,才仅仅以2比1的小比分艰难的战胜对手。 在今天,U23国族还将跟伊朗队进行亚运会开赛前最后一场热身赛,如果以对战马来西亚的状态来面对波斯铁骑,恐怕这场比赛将又会是一个比较难堪的结果。 在坎桃尔世界杯前,国家队仅剩下即将举行内亚运会和明年年初,德亚州为这两个大型的洲际赛事可攻练兵,所以足协的管理层对于这支U23国族的组件、训练、热身赛等每个环节都非常重视, 例如临赛中颁布U23球员上场人员的规定,挑选了与小组对手风格相近,德马来西亚和伊朗作为热身对手等, 但亚运会从来都不是蓝族的福地,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几届国族征战亚运会的血泪史。 2014年仁川亚运会这支球队本并没有实力突出的队员,四年后的今天只有常飞亚、石科、复欢, 比昂等少有几名球员活跃在中朝的战场上,在小组散最后一场,国族凭着两力升助攻常飞亚赛入至胜一球, 比一比零的比分击败巴基斯坦,才得一锦写进击淘汰赛,在16进8的过程中,国族0比2不敌泰国,带着吃入结束亚运会的征程, 2010年广州亚运会主场座赛,德南族几乎汇集了当时联赛中的士林球员的精英, 王大雷、燕航、普城、张林鹏、绿文军、无锡等人军在阵中,虽然在小组赛第一场零到三打败给日本, 但随后,二干一力克吉尔吉斯斯坦和三比零大胜马来西亚,一小组第二名出现, 在淘汰赛阶段遭遇苦主韩国,毫无悬念的以零到三败巴基尔, 比2005年荷兰U20世界杯一名惊人,赖一支队伍的球员为班底, 王大雷、冯潇晴、周海边、豪倦敏、高林等名将悉数入选, 再赴一两名超林队员郑志和孙祥,三场小组赛分别战胜伊拉克、马来西亚、阿曼, 以全胜的姿态进身淘汰赛,在面对老冤家伊朗时, 力拼120分钟,最后,才在点球决战中被下阵篮, 无缘四强,也算得上双手离开,但在这场比赛中, 伊朗时号球员伯哈尼反越位,成功后换过门奖王大雷后, 竟然在球门线上将球停住差不有8秒钟, 并以极为夸张的动作把球送入空门, 这种小丑般的行为狠狠地羞辱了国族, 这个镜头也成为球迷心中一直挥不去的阴影, 在往前的2002年釜山亚运会, 小组出现后的国族0比1, 已恨复于日本队, 依然无法突破第一轮的淘汰赛, 回顾近四届亚运会, 国族都能顺利地从小组赛中突围, 但淘汰赛就由如恒在国, 族面前的一手坎,始终难以愉悦, 但记录从来都是被突破的, 希望他们能在本届亚运会能有创夏季, 医学前去。